自信的在台上打鼓 曼菲天使瑞婷 是伊甸鳳山早寮中心 14年前的毕业生 而现正就读伊甸妇佑家园的 曼菲天使罗依是早产儿 今年4岁已经接受早寮3年 在伊甸的陪伴下明显进步许多 因为像那样特殊的孩子 一般的保姆 就是其实是没有办法要好好的照顾 那我跟爸爸都是需要上班的 所以大概他在一岁的时候 就有社工的介绍 我们就到了伊甸妇佑家里去上学 然后现在已经他要五岁了 所以一路从他那时候可能只能躺着 然后到现在可以坐着上课 其实真的是进步了很多 是 我看在影片当中 老师都可以跟他玩 然后很多的指令 他都能够去表达 他想要去做的一些动作 对 因为其实罗依他是没有投育的孩子 那他其实就是都需要透过老师的怀疾 或者是就是要去反应他的需求 对 然后他现在其实也开始会表达 他在抗议 对 他在抗议 然后他其实会表达 对 他是我 对 他是我 对 他是我 对 家长其实会很 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这样的孩子 然后也会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活动 可是透过老师的帮助 然后一些专业的协助 我觉得就是可以见证的让家长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所以我那个沉溺的社团 也是想要把这些点点的意义就是记录下来 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挫折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你很大的期待 这个孩子很快的长大 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的慢 甚至你会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在前进 有种原地踏步的一种困惑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用透过这些书写的方式 把这个心路历程记下来 然后也跟就是一样是这些特殊孩子的家庭去做分享 然后也让透过这个方式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说 他们平常看到鲁鱼的一些记录的地方 或者我们来记下来 就是提醒自己说不要错过这些点点的 就觉得很荣幸可以有受到这样的邀请 这样的公益活动能够走了30年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自己的身边有一些朋友 包含我自己都要有小朋友这样 就觉得如果可以用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温暖 然后更和乐的话 那我也是觉得可以参与这件事情 觉得余有容颜 伊甸早聊30 Say Hi 家典爱 邀请即将成为爸爸的艺人刘冠廷 担任公益大使 并且和漫飞天使们拍摄公益影片 刘冠廷咬着爆米花 象征爱的抱抱 呼吁社会大众用爱拥抱漫飞天使 我要听到他们的舞企超级大 因为还没有听到 一样的对比我小小孩 然后还有就是 这样纯洁的灵魂 你看那些纯洁的天真善良的灵魂 你也很纯洁的灵魂 我要是我的灵魂 是我也很大 生了一些年她的薰袍 我不知道我那个存在这 但我真的是 本身 那样的患事 对 我也不敢当说我蛮喜欢小朋友的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身上有一种很纯真的特质 是上天的赐予给人类的超能力量 所以我也很期待他们紧张的这样的相遇 然后相遇的时候就发现 在那边就是两个小朋友有兼职性格 就是比较活泼 如意就比较文静这样 但他们就是很专业的完成那天的拍摄 然后还有我们在后面等待的时候 觉得自己不能脱累他们 要跟他们一起玩 其实孩子就是玩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不断的玩 其实就是面对这种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 所以当天你们 我看你有拍照啊 对啊 我们看影片那个 对啊 那个回忆就知道 闪现在 比如说 有些人只要说 鞋子飞出去了 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哦 很厉害 所以我就看到 他觉得是 飞出去 然后脚就会聚起来了 然后罗伊安凯还有一个车车马 他说那是他的女朋友 蛤 你只有女朋友 你不是才四岁吗 就是他车车玩 前面女朋友 身上女朋友 他就可以看啊 然后找 然后大人就会用 可能那个尖叫机的那个 然后在那边引导他们看前面 他因为要引导他们看前面 就跟他们玩 然后说 诶我们等一下看前面咯 然后喜欢一闪一闪 那明镜就吃饭给他吃饭 然后我说看前面 我们有拍摄了他们 然后就忘记我自己要看前面 然后我就忘记你没有发现 然后有人说 不是你 他在前面吗 我说天啊 好吧 你是不是就变小朋友 变小朋友 很久没有那种感觉 那麦克很神奇 就是哇 很开心这样的社会上 存在这样的团体 可以给大家这样的支持力 我觉得大家 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免会有恐惧 难免会有焦虑 挫折 但是一定就是像刚刚 傅子傅子一样说的这种 不用怕 就是你也不要害怕 社会病 也不要先过什么 你就会勇敢的走出来 然后找资源 对找资源 然后不要害怕 因为一定有大家在背后 或摸摸的 接住你 撑住你 可以帮你一起度过 这种 辛苦的时光 真的 孩子的成长 需要你我一同守护 请支持 伊甸基金会 弱势儿童服务计划 伊甸早疗服务30年来 每年帮助超过2万名 发展迟缓儿 尽管早疗观念日益普及 但仍有许多慢非家庭 对于自己的孩子 是否能被社会接纳 感到忧心 伊甸呼吁社会大众 看见慢非家庭的需求 给予正向支持 我们希望很多的家长 在整个在早疗 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很多家长其实会很担心 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他不敢面对 或不愿意来进入到社区 然后接受一些早疗的筛选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 就是说 所有的家长的部分 其实如果您真的发现到 您的孩子 在成长期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些状况 或是可能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行为 或者是反应比较慢 其实不要客气 你绝对要给孩子 最好的成长期 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以接受一些 早期疗愈的一个服务 包含我们可能 透过体式能 透过感统 透过很多专业人员的训练 包含语言治疗师等等 我们都希望 藉由专业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孩子在 黄金治疗期的过程里面 可以更好 更顺利 越早接受治疗 对孩子的成长发育 是越好的 基本上来讲 如果从母体生出来之后的 半年内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 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评估 对有些时候可能对于 光的刺激的反应比较弱 或者是手指的协调性不够 甚至有些像六个月的孩子 基本上他可以翻身 但可能还没有办法翻身 那这一些都是有可能 都是有潜在的一些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潜在的因素里面 只要母亲或者父亲家长们 发现到孩子肯定有这样子的 一些状况的时候 可能对光源反应不好 对声音的反应感觉不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办法翻身 甚至可能握力都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接受到 我们的早期疗愈的一些的治疗 或者是开始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社区宣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不断地教育家长 希望他们在整个的孩子 教育过程中 要随时去注意到孩子的 一些成长的状况 避免孩子在这过程当中 延误了早期疗愈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早聊三十 若是儿童服务计划 多一点微笑 多一些行动 就能陪伴曼飞天使和家庭 多走一里路 早聊三十 加点爱 陪你慢慢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大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